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 不远处再度传来爆炸声 以色列连续第六天 轰洗加萨走廊 轰炸声一直没有停过 约蓝料用尽 唯一的发电厂全面断电 加萨夜晚陷入一片漆黑 医院只能靠着紧急发电机先撑着 但是医疗用品恐怕撑不了几周 哈马斯民兵10月7号 突袭靠近加萨的 以色列社区贝里镇 当地监视器拍到 两名以色列女子冲出衣衫炸门 惊慌地跑到轿车后面躲起来 一度还吓到躲进后车枪内 因为街头正爆发激战 他们一直躲到哈马斯枪手 被击退才赶出来 眼前这位爱尔兰籍住院医师 在哈马斯突袭时 遭压制在车内长达12个小时 看到民兵挨家挨户开火 当时他的女儿艾米丽住在朋友家 当乙军夺回社区控制权后 他终于脱逃 但自己活下来 女儿却丧命了 他心痛地说 只能安慰自己这种乱局下 女儿死了也好 像这样的悲伤故事 在以色列恐怕说也说不完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哈马斯武装分子见人就抓 又有民众认出卡车上 几乎被脱光的男子 是美国23岁青年欧美尔 他的叔叔说 侄子伤势很重 不止欧美尔画面上 这位名叫艾维塔的男子 也是从音乐节被抓 高龄85岁的老阿嬷 被哈马斯民兵 放在高尔夫球车上 游街影片被孙女认出 记者会上这一张张的照片 全是下落不明的美国人 家属担忧他们的安危 呼吁美国赶快救人 仁智恐怕被哈马斯当作人肉盾牌 如果地面战开打 恐怕更不利救援 美国FBI准备出动 营救震撼人质家属 洽询相关资讯 但困难度堪比当年 狙杀宾拉登 因为得事前掌握 建筑位置和内部结构 而且一口气要救上百人 挑战性可想而知 最新闻送报道 哈马斯火箭弹飞越边境 就像下雨一般 落在以色列南部城市 美国ABC新闻在现场直击 天空留下爆炸痕迹 ABC记者紧急避难 当他走进避难所 看到全家大小 爆受惊吓 我们已经过游战 但这些小孩子 还没有过游战 屋外更是紧张 大人抱着小孩 逃难不停地跑 最后躲进了救护车 一名父亲紧抱着孩子 不停安慰着 说出别害怕 但他的心 恐怕也有说不出的惊恐 房屋被炸裂 家园变成废墟 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炮火无情 连孩子们也不放过 一名以色列少年的家 被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 父母为了保护他和妹妹 当场惨死 另外在以色列屯肯区被埃里 当地监视器拍下 武装分子躲进了检兽站埋伏 当车子一靠近立刻展开屠杀 曾经的家如今只剩下破损的墙 地上散落着一张张家庭照片 却是天伦梦碎 接连恐怖攻击 家园被毁 人民还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TV人做不到 爆炸亮光 接着一颗一颗橘红色小点 从空中直直下坠 巴勒斯坦政府公布这段画面 指控以色列军队使用国际禁止的武器 白鳞弹攻击 另一段影片 加萨街道白烟弥漫 地上还有零星火点 不只拿影片当证据 巴勒斯坦医疗人员 还说加萨当地好几百人 出现呼吸道症状送医 一口咬定 以色列违反国际法 拿白鳞弹打平民 而以巴火箭飞弹护轰 CNN采访团队 直击防空系统拦截 天空中美团小爆炸 都代表铁虫防空系统 击中哈马斯火箭 不止防空拦截 头顶还有战机飞过的声音 接着第二波火箭袭来 采访团队赶快找遮蔽屋 铁虫拦截率很明显 并不是百分之百 靠近加萨的以色列城市 阿什克隆 不少车子就这样被炸毁 哈马斯想用火箭数量取胜 对以色列防空系统 是一大考验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一排又一排的 梅卡瓦主力坦克 集结在以色列南部的军事基地 等待医生令下 准备大举进攻 加萨佐拉 基地外也有长长车龙 以色列召集的 30多万后备裔大军 已经开始集结 还有以色列公民 专程从国外赶回来打仗 从军队一路到民间 都能感受到以色列的团结心 一群老百姓站在自家阳台上 再度合唱以色列国歌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反对党领袖宣布 要共同成立战时内阁 更放话要彻底消灭哈马斯 美国总统拜登则第四度 和纳坦雅胡通话 并严厉警告伊朗 不要介入冲突 但此刻川普又跳出来 见缝插针 川普更夸口 如果他还是总统的话 尾巴冲突和乌俄战争 根本不会发生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柏林街头清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和警方发生冲突 通通被带上警车 而德国国会里 则是全体起立默哀 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法国也同声谴责哈马斯 力挺以色列自我防卫 据了解 目前已确认有三名中国公民 在冲突中不幸遇难 二人失联 数人受伤 大陆敦促以巴双方恢复和谈 同时中东问题特使宅卷 也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贾多通电话 表达当务之急 是立即停火 并且保护平民 镜头转到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 这场亲以色列狩猎活动 现场有人尖叫 导致踩踏事件 约30名学生受伤 迈亚密海滩 则有游客举起 以色列国旗 同样举起标语 韩国出现的是巴勒斯坦的支持者 以巴冲突升级后 欧美五国态度一致 力挺以色列 共同表态 谴责哈马斯的攻击行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